民主峰会2023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最近呢 这个美西宗拜登呢 和他的左右神策军中尉布林肯 又开始整活了 继去年的这个民主峰会啊 圆满的结束 在1200个观众的这个目视下呀 他们搞了一场 胜利的大会和圆满的大会 他这一次呢 又准备开始吹风了 明年三月份 再来一场第二次民主峰会 上一次的主持人呢 那当然是这两个人了 太爷和我大哥呀 这家人谁呀 立陶宛和乌克兰 但这一回呢 不一样了 主持国变了 变成了韩国 荷兰 哥斯达里加和赞比亚 可见呢 就是说 这些大会呢 其实是给小国露点的机会 那这些东西呢 那你就可以看我那谁 看我胖哥的节目 这一期节目呢 咱讲讲呢 这个美国民主峰会 他到底呢 他想搞什么 就第二届民主峰会的具体事项是什么 这个东西呢 白宫呢 已经贴出了他的那个告示 让大家知道 照告天下说我们要开大会了 开大会了 而且呢 他这个内容呢 也列出来了 就主要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大家呢 可以去了解 到时候呢 我也把这个连接呢 给大家附上 让大家自己 你看你英语好的呢 可以去看一看 那英语不好的 用谷歌积翻呢 也能看出来 那行了 能开始吧 这一次啊 他这个民主峰会的主题啊 很雷人啊 很明显的就是 加强或者强化与提高 民主政府或者民主制度的执政能力啊 他的口号是这个 Build Resilient Democracy 提高民主制度 提高民主市政府的执政能力啊 提高执政能力 拜登我们知道 他是个杜鲁门主义者 很像杜鲁门主义者 杜鲁门主义是什么呢 世界两级啊 不是美国和苏联 世界两级 一级呢 是民主自由的 另外一级呢 是独裁专制的 那当然了 民主自由 有谁来定义呢 由美国来定义 美国定义 你是民主的 那你就是民主的 你是自由的 你是自由的 然后你是专制的 独裁的 那美国来定义啊 只有我们美国可以定义 你不能定义 然后拜登的宣传是这个 这很像一个宗教仪式 他的宣传是这个 他说民主体制呢 是脆弱的 Fragile 民主体制脆弱的 需要每一个人来保护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付出我们自己的努力去保护 去年的定调呢 就是这个 去年的定调呢 其实就是说 我们民主 要对抗专制啊 我们结成一个同盟 我们结成一个对话机制 我们接我们互惠互利 哎 我们搞这个 今年呢 哎 他就跟进了 搞一些具体的事项 这个具体的事项说是强化执政能力 而且他已经说了怎么强化执政能力呢 这一次呢 他是说我们要抓典型啊 我们要树立榜样 他跟树立榜样 这请几个国家 他认为做的好的 来介绍一下经验 来树立榜样 把这个榜样竖起来呢 共大就去学习 其实这个东西有点像啥呢 大家不知道谁还记得 年长的人应该记得一下 2025年 不是2025年 是2005年 胡锦涛同志的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和树立时代先锋 那个时代的时代先锋 比如任长霞也好啊 牛玉如也好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事 我当时呢 在中国海洋大学呢 我是留学 然后呢 顺便呢 我也跟着凑合了 就他们在学习呢 我也进去凑合了 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经历 我是经历过的 2005年 比如当时是保持现进性啊 提高执政能力啊 你看 你看 咱太爷这一下子 把这给带回来了 说这一次呢 咱们要强化执政能力 抓典型啊 树立时代先锋 树立模范 请几个国家呢 来讲述啊 请几个国家来讲述 对不对 然后呢 分享一下心得 大家的经验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 还有一些呢 比如说怎么 你们在国内怎么搞的反腐败啊 你们怎么保障人权啊 你保障人权啊 这些都是专题 另外还有一个事项 拜登是他这个 他这个白宫呢 是具体提出来了 说实话呢 说我们要抵制专制啊 抵制专制主义的侵扰与渗透 然后呢 是境内和境外的 他英语是这么说的 Built multilateral initiative to resist authoritarian aggression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具体翻译过呢 就是说构建多元合作机制来抵抗专制主义的侵略 看来专制主义是有侵略性的 它有渗透性的 而且他这里边呢 他说到了 具体说到了境内和境外 也就是说美国呢 在这点很显然呢 是一个受专制主力侵扰的受害者 他是一个受害者 然后他境内呢 我们知道有 很明显啊 共和党啊 美国共和党很坏 还有那谁 川普 你看川普最近不就做了一些乱七八糟事吗 说废宠美国宪法 还重新写一部 这是昨天川普说的啊 到时有机会咱聊聊这个 来 共和党 国内啊 这是美国国内 美国境外呢 只说俄罗斯 俄罗斯是个大灰 我们知道俄罗斯大灰 最近他入侵了乌克兰啊 大家都抵制他 知道好了 还有谁呢 还有伊朗 伊朗也是那个专制的啊 伊朗也侵犯了美国啊 也渗透到美国 还有没有别人了 我想应该是没了啊 我想应该是没了 那这个问题是这个 到底最近我们时髦这话题说 到底有没有境外势力 大野猫认为是没有境外势力 但是呢 现在太爷说有境外势力 那我认为 那太爷那是至高无上的 太爷既然是至高无上 那咱就说有境外势力吗 所以他这个民主峰会 很显然 很显然把这些国家请过来 然后授意一下 美国是怎么想的 现在我怎么想的 老大哥怎么想的 然后呢 大家呢 去复合一下 大家去那什么 去那个运作一下 然后我给你点钱 咱们就合作一把 能合作合作 能不合作就不合作 无所谓 咱合作一把 但是这些国家害怕不害怕 美国来了点他们名 你说他害怕不害怕 即便他不害怕 他也得让着美国三分 那他就来嘛 对不对 那美国这里边说了 说我们抵制专制 抵制境内与境外的渗透 那行了 各国要检点自己了 反思自己了 看看有没有 境内与境外的渗透啊 如果有的话 那跟着美国抵制一下 那是最好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咱这个框架 就 主题呢 就说出来了 这主题就是 如何强化提高 民主政府和民主制度的执政能力 他就这么说的 为什么要提高执政能力 这个东西其实 拜登也明白 你广成天党的喊口号 民主民主民主 那这是不行的 你也得什么呢 你也得解放思想 你也得实事求是 你也得与时俱进 你这个政党 也得 你得 你做出那些东西 也得符合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公民的 他的诉求 你也得符合 他公民的利益 如果你这个东西 你不符合你公民的利益 你搞一些烂七八糟 破玩意儿 那真的对不起 那你真的对不起 那比如说拜登最近 在他的国内 他搞了一系列的东西 比如说 反通胀法案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给这个 给这个疫情进行补贴 进行补助 然后呢 他搞了一个基建法案 他这些法案呢 都是有利于美国的工人 有利于美国的 这些劳动者的 有利于美国的公民的 他们的生活的 以及美国未来的发展 那这个呢 就是说 拜登通过这些东西 通过这些形式 通过这些东西 通过这些议案 来提高自己的 美国的 这个民主制度的执政能力 他是要做这些东西 但是呢 拜登同时呢 也要说 呼吁各国呢 也要效法美国 就是美国想干 美国现在干的什么呢 大家呢 向美国来学习 就这么回事 所以这个民主峰会 他具体的内容 就具体的事项 五大项 五点 今天大野猫呢 稍微介绍一下 然后呢 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 可以到白宫的网站上 去看一看 首先一个 他是支持自由独立的媒体 那这是上一次的话题了 这是上一次的话题了 独立自主的媒体啊 独立自由的媒体啊 比如说你把记者绑了 你把记者抓起来了 那绝对不行的 你这个记者可以随便采访 胡说八道 怎么着都行 他支持这个的 第二个呢 就是反对腐败 他这个腐败是有针对性的 你呢 要是符合美国的利益呢 那你这不叫腐败 你这要侵害了美国利益 尤其是跟美国大公司 进行竞争的时候 那你这就是腐败 比如说法国阿尔斯通 皮鲁齐那个案件 那个案件 其实他就是一反腐败 框架下搞出来的 他搞出来的 然后皮鲁齐后来被抓了 抓了 然后阿尔斯通经过了几次博弈 没办法 干不过美国 干不过美国呢 开始都能停两年 后来咱们那谁吗 咱马英龙同学不上台了吗 马英龙同学不当了经济部长了吗 就把阿尔斯通给卖出去了 皮鲁齐这个人呢 就被迫认罪啊 就在监狱的 美国监狱里待了几年啊 他长臂管辖这个词 long arms jurisdiction 其实就是皮鲁齐 他所做的定义啊 所以他是美国以这个 就是说你在你这个公司 如果你投资到了第三世界 你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那我就说你这是腐败的 然后让这些公司呢 进行合作搞严打 美国还说了 针对性的 针对性的 还搞严打 这个严打的过程是什么呢 把这公司揪出来 大家抵制这公司 同时金融 个人签证的制裁 金融个人签证的制裁 然后美国搞了一系列的动作 这些东西针对谁的呢 大家猜针对谁的 今天咱就不在这赘述了 再赘述多了呢 咱时间就不够用了 它是有针对性的 但是这个腐败有针对性的 第三个是这个 支持各国的民主改革 你看这美国大发善心 要支持各国民主改革了 为什么 他不说吗 他不说吗 我们要提高民主制度的执政能力 他不是说吗 我们要树立榜样 然后呢 搞几个典型 他不说这个了吗 好 好呢 他呢 现在呢 就准备进行了一番操作了 可能要多给点钱 多给点钱呢 谁拿这个钱 就可以整活去了 整活去了 对吧 如果现在你这个国家是 他认为所认定民主的 那就效法美国吗 美国不是说了吗 你这个政策要符合你公民的利益吗 对不对 那你现在要制定的政策呢 要符合美国的利益 符合美国的利益 同时要符合你 符合你人民的利益 无所谓啊 这个东西 那你要符合美国的利益 就是民主的了 就是民主的 就是这个 你看这里面他讲的是这个 挺有意思的 说首先呢 要给少数族群和被边缘化族群的人说话的权利益 那这个就有意思了 这个有意思 前几天大野猫做了个节目 讲这个防疫的 讲防疫呢 说呢 防疫呢 这个过程呢 如果全面开放了呢 可能有一些人受害者 而且这些受害者呢 现在在这个网络环境当中呢 没有发出自己声音的这个能力 然后大野猫呢 替他们发了 把这个能力发出来了 我是指出来了 我呼吁你给他们一个说话的空间 那这些人呢 大野猫认为呢 就是被边缘化的 但是 你别忘了 这个东西呢 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为什么 因为美国要定义 你这个少数族群和被边缘化族群 哎 才能说我美国支持什么样的人 就是说美国要定义 他是在美国框架下 在这个民主框架下的少数族群和被边缘化群体 而不是说你可以随便定义 所以这点呢 大野猫要承认 像太爷呢 赔个不是 因为呢 你看 如果我呢 首先我得知道 是不是太爷的定义啊 检点一下 自己反思一下 照着镜子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所以呢 这里面是这个 那这里面他说了 搞种族平等与公益 然后呢 那个劳动啊 什么工作啊 哎 这点现在要平等啊 这点要平等 你不能剥削 你不能剥削 你不能强迫劳动 你不能搞那个所谓的那些东西啊 这是太爷 而且这里面说他有个针对性 而这个针对性 就是说支持各国的民 各国的民主改革 他的针对性是欧洲和欧亚大陆 他说的欧亚大陆 那肯定就是俄罗斯了 伊朗 这些国家 还有谁呢 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这个 我怎么能知道呢 太爷 这说这是国家安全 这是国家机密啊 这个我肯定不知道啊 对吧 这是第三点 这第四点呢 是高科技与民主绑定 高科技与民主绑定 这个呢 很容易定义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发明创造 你有一个高科技产品 那太爷呢 和他这个美国呢 要定义一下 这个东西到底是民主的 还是专制的 民主的呢 哎 我们就发扬光大 专制的呢 我们要集体抵制 那是坏的 那不好的 那东西不民主 那东西专制的 啊 比如说 你搞了一个5G的激战 那人家就定义一下了 你这个5G激战是民主的 还是专制的 如果是专制的 那咱就不要了 咱要这个民主的 明白不 啊 明不明白 不明白 回去学习一下 到底什么是民主 什么是专制 美国是如何定义的 啊 然后呢 这里这么说 他说啊 2023年的美国正好是 网络自由联盟的主席国 啊 美国现在是主席国了 他说他 他有自己的这个 一套的构建 这个理论啊 构建的体系 他想他想做什么 首先第一点 是这么说的 构建开放的 可操作的 可靠的 安全的 网络空间 以及配套的技术产品 那还是那句话呢 这个网络空间 这个配套的技术产品 我要定义 什么是民主的 什么是专制的 然后所在的这些 参与这些国家呢 也要跟着美国一道 啊 美国说这个东西民主的 那大家就广泛采用 如果呢 这个东西专制的 大家就广泛抵制 你要是敢用这个东西 小心点 我折腾你 我不是说瞎话啊 小心点 我折腾你 你明白不 啊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坐下 坐下 第二是这个 数字 数字与民主化的 程序编程 啊 程序编制 啥意思呢 就搞一些支持民主化的软件 和调查的那些软件啊 统计的软件 怎么去支持民主化 怎么支持呢 改变一下民意 民意之前 比如说是反美的 民意之前 比如说是支持俄罗斯的 或者支持谁的 管他谁的 不知道 然后呢 他这里边呢 就说我们要进行一些舆论宣传 我们经常更好的定点的进行舆论宣传 然后改变一下民意 这个东西呢 提了两个国家 一个是赞比亚 咱们的主持人 另外一个呢 是塞尔维亚 啊 另外一个塞尔维亚 一个是赞比亚 一个是塞尔维亚 所以塞尔维亚和赞比亚呢 这是美国培养的两个典型 可能是美国要塑造的时代先锋 那这个东西呢 咱们要观察 这个东西咱们要观察 美国在这两个国家要具体做什么 啊 这是美国 白宫 白宫的这个网站呢 这个 今天的这个 这个会议的纲要 它里边已经提出来了 赞比亚和塞尔维亚 两个国家 也就是说呢 这两个国家非常荣幸的 得到了美国的点名 得到了美国的 就是说的帮助 啊 得到美国的帮助 这个很关键 第三点呢 是推动被民主定义的技术产品 然后英国呢 在这里边整了个活 整个什么呢 就是民主化的产品大赛 这就像诺贝尔讲啊 可能这高于木诺贝尔奖 就比如说你有一个发明创造 你搞了个5G基站 啊 你搞了个5G基站呢 然后 美国定义一下 这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 哎 是民主的 然后呢 你这个产品呢 就可能就获奖 获奖了说 你这是支持民主的产品 你是民主定义的 支持民主的产品 发扬民主制度的一个产品 然后我给你奖 我给你钱 你看这 可以说这些国家可以争先恐后的研究 什么是民主的产品 什么不是民主的产品 咱要抵制 还是证明的 它构建一个机制 构建一个机制 这个就是说呢 它说高科技与民主绑定 你这个科技 现在不是说 就是说 你这科技可以用了 拿来用就行了 不是 现在不是拿来用就可以了 现在我必须要定义 你是民主的 还是专制的 如果你是民主的呢 咱们就在咱们的体系当中 民主的体系当中呢 推广 如果你这个东西专制的呢 那我叫抵制 你要敢用 行 我整你 我整你 你不符合的利益 明白不 好了 这个明白了 大家就知道了 第五个是这个 第五个是保护 公民的 公正与公平的选举程序 以及构建 广泛的接纳的政治环境 什么叫接纳的政治环境啊 那当然是女性啊 女性主义啊 少数族裔啊 然后各党派啊 加上那些什么 什么 不是说中国有56个民族 美国有56个性别吗 类似这些东西啊 对吧 然后呢 这次美国呢 还要出钱了 出资100亿啊 100个亿啊兄弟 他给 拉美这个国家给多少 好像给6亿吧 给东盟给多少 给了1.3亿好像是 在民主这点上 他要给出100亿来 100亿来 来搞这些 就是说他提出的这些东西啊 可见美国对这个事的重要性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纲要 我分享的纲要 所以呢 咱们做一下总结吧 去年的民主峰会呢 大野猫呢 进行了一系列的节目追踪 Summit for Democracy 我给他定义 上一次我给他定义呢 就是一场宗教仪式 给他定义是一场宗教仪式 而且呢 我自己上一次的解释是这个 在美国有毒的外交政策上 的框架下 或者淫威下 就Toxic Foreign Policy 然后逼迫利诱 然后呢 上演的一场闹剧 上演一场闹剧 可能一场丑剧 去年的背景是什么呢 美国疫情大爆发 不管了 肉顿抗疫 然后呢 高通胀 雪灾 大面积停电 水银千山大地盘 泛滥 以及呢 中部地区 老工业区的凋敝 然后呢 他搞这个民主峰会呢 我给他个 我给他个解释 就是粉饰太平 非常不合时宜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民主啊 民主呢 在美国霸权的三十年 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 不是发展 而是贫困饥饿 难民与倒退 那大野猫呢 用一种宗教创伤的这种 心理学术语呢 来解释 那悲剧就悲剧在哪呢 就这一大堆经历了宗教 反复的宗教创伤 反复的被施暴者 POA的国家 再次要与美国站在一起 给他捧场 所以去年的这个情况呢 这我是这么来描述的 大家回去看看我那些节目呢 大家会 会重新有一种体会 去年的民主峰会呢 我全程都看了 他这个主题呢 就是说让 没有声音的人说话呀 保障媒体的权益呀 通过社会活动 构建民主的未来呀 去年我看了 主持人呢 美西宗拜登 和他的左右神策军中尉 布林肯 以及立陶宛的外长和乌克兰的外交助理 那当 看到这个吹风会那场的时候 白俄罗斯的这个 嘉宾来了 说着说着眼泪掉下来了 当时我也感动了 真的 我真的感动了 全程直播 三天的会议 油管我看了 110个人在线观看 总共有1200个人 最后观看了 这里面可能就有沈亿老师 我国成哥 可能还有我胖子 还有我 我们几个人 我们不快看 所以呢 去年的大会呢 我说的是圆满的大会 和胜利的大会 今年大会还没开 明年三月份呢 大野猫呢 会给大家追踪 到时候呢 再给大家点评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